40. 蘋果日報 玩定彩虹本土手遊手參展 2015年7月22日 港文A08本報信 標榜百分百本地研發手機遊戲公司Trope Banana 憑6月推出用者的盤載遊戲 僅一個月下載2餘25萬次後 首次進軍動漫節 找來女子組合小女標本玩定彩虹 宋哥仔限定八達Trope Banana執行長葉映童表示 公司今年1月成立研發手機遊戲 6月成功推出遊戲《勇者的盤載》 押金下載2餘25萬次 更獲CAPEOS選為最佳新遊戲 今次首次參加動漫節 不會逆場賣手機遊戲 目的只是上畫給機迷聽 本地研發謀商時 不會輸給海外公司 他說 勇者的盤載的玩法是參考本地經典遊戲 訂彩虹 屆時展攤設真實版訂彩虹 找來女子組合小女標本 根基迷一起玩遊戲 從溫港人的集體回憶 絕 兩屆動漫節的本地老牌網絡遊戲商Gamian 全面改組研發手遊後 今年回歸動漫 並以金融 vs 古龍為參展主題 總經理師凌凌稱 武俠遊戲續作天龍八部3D 今年公開測試 首月創下單月收入1千萬元紀錄 反映港人對本地武俠手機遊戲的熱稱 本月初推出《古龍群合傳》手機版 展覽期間 更由宅男教父項明生及高登女神原家敏大領下 讓機迷體驗金融及《古龍的手遊》 並每日送出一百張歌仔限定百達通 記者蔡朗稱